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ABC都是有理素的 然後這個方程式的兩根也都是有理素 那麼它我們碳碑是應該多少 碳碑是應該可以完全平方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曉得那個根 兩根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2A分之負B加減根號的碳碑式 B平方減4C 這個如果能夠完全平方的話 有理素有理素 那這個也會是有理素 如果能夠完全平方的話 這有理素 那兩根才會是有理素 如果這個你有辦法完全平方的話 就會有根號 那這是無理素 所以兩根的話都會是無理素 也就是說 B平方減4AC 必須要能夠完全平方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它說 B平方減4AC 可能為何止 那我們看A選項 A選項它說是5 這個如果等5的話 就沒有辦法完全平方嗎? 不是 B15也不是 好 那這樣我們看C25可以 25的話可以 25可以寫成5的平方嗎? 所以就可以了 那D35 35當然不是 所以它應該要選C 就要是在那裡 可以 我會不會 有理素 有理素 那D35